你没事吧姑娘 谢谢你啊 没事没事 实际上不好意思姑娘 你没事吧 举手之劳 谢谢你啊姑娘 您好 您的外卖 怎么是湿的呀 我要投诉你 不好意思 您看一下里边这东西湿了没有 我赔给你 我哪有那闲工夫给你扯这些呀 你就等着我投诉你吧 主管您找我 你去财务结算一下工资 走人吧 啊 为什么呀主管 你被人投诉了 对方态度非常强硬 而且跟我们老总是亲戚关系 对方要求必须开除你 主管求求你了 就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停 我可不想被你拖累 赶紧走吧 爸 乌鸟鸟鸟鸟鸟鸟鑫鸟鸟鸟鑫鸟银工爱 你最近怎么样了 我在这儿过得很好 而且我在大公司上班呢 这儿的工资也很高 还管吃管住 爸 妈的医药费 我会凑够的 你不要担心 你吃饭了吗 我正吃大鸡腿呢 爸 你不要担心 那我还有事 我就先去忙了 嗯 小姑娘 你怎么啦 我把外卖弄湿被投诉了 主管也把我开除了 我每天起早弹来的去送外卖 我每次都要比别人多送好几十袋呢 我把外卖弄湿被投诉了 为什么我这么努力 却还是没有绑住这份工作 小姑娘 你是为了帮助我 才惹上这个麻烦的 这样吧 我的公司有很多的岗位 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会给你一份不错的待遇 真的吗 谢谢老板 谢谢 不客气 姑娘 你为什么这么卖力的工作呀 我妈妈生病了 需要一大笔医药费 那你的父亲呢 我爸爸的身体也不太好 常年我病在床 真是可怜呀 小姑娘 你的孝心深深地感动了我 你上午帮助了我 我也没什么好回报你的 你没吃饭的吧 我这里有些吃的 你拿去吃吧 谢谢老板 太谢谢了 不客气 小姑娘 不要因为做了一次好事 被投诉而气馁 要相信 好人一定会有好报的 加油 我妈妈的饭 下雨 你帮我 带我 你帮我 你帮助了我 什么事 我帮助了你 你帮助了我